方师傅是一名快递员 最近工作很忙 14号他接到一起投诉 说是快递没送到 可他说他把快递放进蜂巢柜 通知了收件人 快递已经取走了 方师傅在杭州渔航区送快递 13号那天 他把一批快递放到了新南湖 绿苑小区里的蜂巢快递柜 后来公司的客服联系了他 说是有收件人反应 没有收到方师傅负责配送的快件 我们公司那个客服通知我 说那个你有个快递送过去 对方说没收到 方师傅说他接到客服的订单反馈后 查看了订单信息 发现快递已经在当天晚上被人领取了 就打开我们手机的那个APP 把它单号输入进去 他的那个所有过程全部显示出来 几点钟放进去了 几点钟他那个来取 然后几点钟他关上门能走了 都有的 方师傅告诉记者 通过快递柜软件 可以查看快递的情况 他查到了两张截图 收件人就是从他投递位置取出的快递 后来他又把收件人约到了快递柜进行核实 对方否认拿过这个快递 他个人的话我就希望他凭良心来办这个事情 如果确实没有收到 那么你 我就只能说让警察来处理 东西他拿走了 然后就是说麻烦他帮我那个撤住 那个那个投诉那个撤掉 投诉的话对你有什么原因 扣工资啊 画面中的人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收件人 记者拨打了收件人的电话 对方表示之前反映没有收到的快递 已经找到了 那个拿是拿了 但是那个我老公放后备箱了 我不知道 所以忘 那个以为没收到 然后昨天去找了 又找到了 那你当时自己过来取 没想起来吗 对 忘掉了 嗯 没有投诉 我只是说 那个没找到 就想找一下这个件的 哎 收件人在电话中表示 和方师傅沟通过程中 确实有些不愉快 但自己打客服电话的目的不是投诉 经过沟通 对方表示会再次拨打客服电话 反馈快递已经找到 邀宝宝红经验记者报道 不愉快